CB常规赛 广东对阵广州 比赛已经来到第二阶了 第一阶打完最后广州龙师是22比20 暂时领先了两分 第一阶打的还是比较胶着的 两队第一阶的命中率也都不算很高 赵瑞全场来贴防这个梅森 篮下李延哲要到位置 给了一个打手犯规 李延哲两罚 爱丽丝遇到大快速的李延哲不好防 第一阶已经被强吃了一个了 李延哲罚球 第一阶不中 这都给到了正准 连着点防也没有 直接给赵瑞 赵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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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没有 赵瑞 又是一通输出 第二阶上来 两阶又是开启不得分模式 赵忠烨 托到一半又不好处理了 一个勾手 张浩拼下一个篮板 这个赛季张浩打的确实是不错 常常活力十足 最后三秒赵瑞 给到艾丽丝 还是张浩 在篮架搅着天翻地覆 人群飞 翻身直接投打进 护灵梅森 李安哲挡一下 给到地球注明镇 三分钟了三不沾 篮架 爱丽丝 还是给出来 三秒伟立 给了李安哲犯规 感觉是有三秒的嫌疑 爱丽丝站着篮架一直没有出来 连着下去换上焦坡桥 赵瑞 突进来上篮不中 爱丽丝这个球还是被广州里面抢走了 美丽丝上篮没有 裁判示意是前场球 有加仙 正面的一个抛兜不中 广州打了三分钟 一分没得 赵瑞 突进来 张浩挡一下 这球给到爱丽丝之后 这个位置焦坡桥就不好防了 这一节打了三分钟 广东这边是4比0 这一节单节领先 刚才梅森是造了红圈的犯规 还没真的罚球 第一发有了 马上也在吃支架 这赛季CP联赛得分榜 第二位就是马上布洛克斯 第一位是江苏队的布莱克尼 昨天也是见证了布莱克尼的砍分能力 确实很强 给赵瑞 爱丽丝 两个人的包夹 快失误了 还是广东球权 最后1.3秒 完全空位 这球不应该 这边广州自己防守出问题了 但是爱丽丝这个机会都没有把握住 叫波桥 响起 人军飞的打入犯规 叫波桥两罚 又是五上五下 招号 确实这个赛季进步还是非常明显的 特别强强篮板 上去之后感觉是很有活力 不懂的 至于 这次赛季进步 走 走 快走 走 2发1中 期间面对陈英俊的防守给杜伦望 篮下马上 这是一个擦板 这个板角度也没有找好 陈英俊 贝尔 篮下交部条在要位 没有给 陈英俊 在转移住民阵 突进来转身抛头 好球